许易点头,旋即退下擂台 等许易离开后,下方的暗卫却没了声音 规则上说,只要是自家暗卫便有资格挑战 话是如此,但参与的人数却并非很多 每一个暗卫分队长的实力皆不容小视 普通暗卫很难敌得过的 剩的机会十分渺茫,若是败了 等同得罪了将要挑战的分队长 免不了这秋后算账,平日里穿穿小鞋也是够瘦的 你的实力不错,要不要去挑战暗卫四分队长的位置 某暗卫看向旁边的一名年轻女子,悄悄地 闻声,那女子却是连连摇头 我才不去,暗四分队长可是出了谜的下手很多 我都是败了,她以后肯定要记恨我 说我基于她的位置,到时候打击报复,我可没找 我来 忽然,小结巴走上擂台,指着暗三分队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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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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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挑战 暗三分队 对长 建重 台下重暗卫一愣 这人说话都说不利索 在暗卫中也是岌岌无名 这样的就敢来挑战暗三分队长 当下身形壮硕的暗三分队长 缓缓地站起身来 不急不徐地走上擂台 眼角余光扫过小结巴 你要挑战我 暗三分队长冷笑 小结巴点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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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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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对 暗三分队长虽是心中不屑 但嘴上却也不会多说 暗三分队长点了点头 旋即朝着小结巴勾了勾十指 庸庆可将 出手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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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出手 小结巴拜夜晚晚为师 这暗卫众人却还不知晓 又哪里会清楚 小结巴从夜晚晚处 也只是学到了被动攻击 至于主动出手 他并不擅长 暗三分队长冷笑 我身为暗三分队长 自然要让你先出手 否则 岂不是让别人说我以大其小 小结巴指着暗三分队长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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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过来打我啊 小结巴的语气急剧挑衅 同夜晚晚的语气如出一辙 随着小结巴的话音落下 场下的暗卫皆是一愣 这说话都不利索的男子 到底是什么来路 敢同暗三分队长这般说话 若要挑战失败 以后不想再暗卫对混了 你找死 暗三队长顿时大怒 自家暗卫足有上千人 就算是那些分队长 也从来都不曾与他这般说过话 而这暗一分队 默默无名的一个小小暗卫 竟敢这般轻视自己 刷 顷刻之间 暗三分队长若移动的山丘般 朝着小结巴冲去 几步之间便已横跨至小结巴的身旁 滚下去 暗三分队长扑扇一般的大手 瞬间抓住小结巴的衣领 做事便要将之丢下擂台 然而下一秒 暗三分队长却是面色微微一变 只见小结巴右臂微微上扬 便全围掌 手臂宛若灵蛇 掌似蛇心 以极其刁钻诡异的角度 瞬间将暗三分队长的大手弹开 旋即 微视不解 以惊雷之速 一掌拍打而出 小结巴这一掌 没有经过任何思考 好似就如同本能的反应 可越是如此 速度则越快 令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更不提如何应对 掌势如波 层层递进 掌中力道 宛若浪潮连绵不绝 暗三队长甚至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何事 被小结巴一掌打中了下颚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之下 暗三分队长若炮垒般的身躯 横飞而起 瞬间摔下擂台 落入人群里 寂静无声许久后 肠下才一片哗然 那小子什么来路 业绩挫败暗三分队长 哪来的狗手啊 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那小子叫什么名字 此刻暗三分队长 看向小结巴 有些恍惚 他从未想过自己会败 还是败得如此难看 如此的莫名其妙 甚至于暗三分队长 根本就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那小子的反应速度 实在太过诡异 出手的速度更快的可怕 怎么 怎么 怎么样 我 让你少 少 少 少废话 现在 知道 我是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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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了 吧 小结巴看着台下的暗三分队长 开口说道 小结巴兄弟 厉害啊 一些暗卫惊叹道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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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 记住了 我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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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玄义 小结巴补充道 小结巴挑战暗三分队长成功 让所有人出乎意料 小结巴厉害啊 什么小结巴 是封玄义 封队长 对对对 是封玄义 封队长 此刻 暗一分队众人纷纷附和开口 小结巴当初暗一分队 实力虽然还算不错 但相对暗卫而言 也只能算是普通 因为结巴经常被嘲笑欺负 而今日一战 暗三分队长被小结巴击败 总算是为自己正了名 封玄义挑战成功 三代暗三分队长立职 原暗三分队长 将为普通暗卫 可继续挑战 如果升了风险翼 可取而代之 徐义走上擂台宣布本场比试结果 虽说小结巴挑战成功了 代替了暗三分队长的位置 可却也只是暂时而已 除非是本场比试彻底结束 小结巴依然坐在这个位置上 否则暗三分队长 我来挑战他 当下一位暗二分队的女孩上台 女孩身着紧身黑衣 有一束长长的马尾辫 英姿洒爽 朝气蓬勃 小结巴盯着立台上不远处的女子 开口说道 我不打女人 你这个小结巴看起来倒是有些本事 本小姐相礼教一番 文生小结巴却是眉头微微促起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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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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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女人 女孩面色微怒 右掌之内斩出了一把 寒光闪烁的匕首 当下一步踏出 匕首朝着小结巴回去 电光火时间 小结巴的右腿 宛若蛟龙般横扫而出 里沉适猛 这一脚正踢在 安慰女子握着匕首的虎口处 女子吃痛 匕首被打落 整个人退了数步 你认输吧 女孩再次朝着小结巴冲去 想得美 不过是刚开始而已 然而刚至小结巴身边 她便被小结巴一把扛了起来 你 你干什么 见状女子面色微红 称怒道 小结巴却也不理她 直接将人扛着朝擂台的边缘走去 放下了你 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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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下一秒 小结巴来到擂台边缘 双手一松 将暗卫女子丢出了擂台 许易宣布结果 出界 风悬一声 此刻 场暗卫众人皆是开口大笑 这种鄙视倒却也少见 说不打女人还真不打女人 风队长果然有气魄 直接把人送下擂台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也长见识了 一些暗卫队长 朝着小结巴开起了善意的玩笑 接下来 暗三分队数位精英暗卫不服 上台挑战 可无一例外 全被小结巴给丢下擂台 至此 再也无人自讨没趣 挑战小结巴 而那些实力更强的暗卫 则是将目光 放在了总队长的位置上 也无心去和小结巴一争高下 观赛席 夜晚晚看向不远处的许易 许易 许易走到了夜晚晚的身前 万万小姐 你们这暗卫队长的选拔 就只是以实力决定 夜晚晚略微有些好奇 仅以武力来决定分队长和队长的人选 似乎太草率了一些 万万小姐 的确是这样 暗卫每年一届队选拔赛都是如此规则 也是主子当初立下的 阿九立下的 夜晚晚的谋内浮出了一丝叉色 暗卫总队长和分队长的考核选拔 难道不需要综合实力吗 例如指挥 大局官 忠心度这些 夜晚晚将自己的疑惑倒出 听闻夜晚晚此言 许易却是微微一笑 目光扫过了下方的暗卫 轻声开口 万万小姐 你看看这些暗卫 他们每一人的实力 比起普通人强了太多 暗卫成员 大多都是曾经刀口填线的亡命之徒组成 什么意思 夜晚晚不解 许易反问 万万小姐 你觉得暗卫分队之间的相处和睦吗 似乎不太和谐 夜晚晚如实回答 许易汉手 那是自然的 这便是主子英明之处 暗卫乃是私家远程遥控进行控制 什么大局官和指挥 都是高层的事 他们只需照做便是 而最重要的便是晚晚小姐 你方才说的忠心 说到此处 许易沉吟片刻 方才续道 暗卫除了私家的一些任务之外 还需要保护私家安全 这暗卫足有千人 若暗卫每一人都齐心 万一有人想反 那便是千人同时反叛 那对于私家 会是怎样的结果 夜晚晚的眉头微醋 许易这番话 他从未想到过 许易的嘴角微微上扬 所以 主子定下 已武力争夺分队长和总队长 这般以来 平日里暗卫各有争斗 便不可能齐心 包括刘颖在内 以往他虽是总队长 明面上 各暗卫分队长和队员 对他俯首称臣 可暗地里 谁人不想击败刘颖 得到总队长的位置 暗卫 永远不可能齐心 这便是主子的帝王之术 有争夺才有制衡 而有了制衡 方能真正掌控安慰 其实 大多人和十一 还有风玄义相同 心中都想往上爬 可十一与风玄义 他们敢说出来 而更多的安慰和分队长 表面上看着 虽是不争之心 但心中如何想法 那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夜晚晚稍意沉思 便明白了各种道理 即便是今日 是